今天你看坐在这儿啊 感觉特别的不一样 一下就置身戏院了 没错啊 几位老师觉得这个椅子 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都是我们团搬来的 少卖二十几张票了 哎呀 哎呀 李定 这我得问问你了 你看之前啊 咱们编导组说了 说让你做好这个卧底工作 没有 我们早就识破了 让你把团里的能挖掘的 给挖掘过来 他没让你把椅子 给挖掘过来啊 这我们经常是在台上演戏 观众在下面看戏嘛 是吧 我们这位就找一找 就是台下观众这种 一时复五的感觉 哎 你看你看郭宇老师 立刻就已经躺在椅子上了 哎 是不是看戏 是不是特别的舒服 哎 这样看着椅子 可能觉得会更熟悉 就是都是在台上往下看 真的是坐在这个椅子上啊 真的是感觉不一样 紧张 紧张 我们这个剧场啊 是一个审查节目的一个剧场 哦 从来都是特别严肃的气氛 你坐这椅子就开始紧张 一点都不跟您瞎说 从来没坐过这椅子 就谢谢你们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坐一下这椅子 因为我们从来都是 被审查对象 原来在舞台上 我们不可能坐到下面去 这椅子真没坐过 一会儿那个你负责把椅子给拉回去了 他也是我 他也是 真的啊 不过说到这个相声剧啊 会不会有老师们是第一次演这相声剧 相声剧 他肯定都是第一次演 都是第一次演 既然是相声剧嘛 他一定是笑料比较多 嗯 在剧情当中进行 用三对相声来做一个说明书的 这么一个功能作用 反正我们这多功能呢 是一种跨界形式的新面貌的一个剧种 他很新颖 又聆听了相声 又介绍了剧情 又跟着后面的故事还有关系 这种跨界的表演是一种压力 反正整个这一个月 人是浑浑顿顿的 那种癫狂的状态 对 非常非常的紧张 在台上尤其跟杨磊老师 他入戏非常的快 嗯 说是眼泪行吗 哗就掉下来了 他含着眼泪呢 把台子说得很清晰 当我哭的时候 在剧情当中的时候 是哽咽的 还有夹杂着唱 所以难度非常大 唱什么呀 哽咽着唱 实际唱的就是单弦 我们能听两句吗 好吗 张老师 好吧 来 唱两句 咬讲传龙岸 汽州至山 钱换铜 二放花篮 手是索衣和鱼干 一半鱼儿我在卤水煮 一半就在唱 借换 酒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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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归舟 但是你看啊 跟这个大家聊天啊 忽然觉得不一样 郑建老师啊 王同老师啊 傅强哥啊 这聊着聊着 他们这眼睛就盯着 哪儿电影我能出个包袱 咱逗一下 杨磊老师就特别严肃 就是一直审视着 你们聊的 有没有不对的地方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不敢 我不能轻易说话 为什么呀 他们说我太认真 使得太真 把这个笑料都给砸回去了 都不行 该想了都不想了 说就因为我太认真了 是吗 我们就认真 团长跟我急 回头 我不能乱说话 这是按包袱使的 这是包袱使的 真没看出来 那杨磊老师 您跟相声演员合作 有没有想吐槽的地方 反正你看看 这一个模样 反正都挺寒冷的 我这是按包袱使的吧 也是按包袱使的 但是没想 大家捧个场呗 我刚才那是包袱 真的就这几个人 我觉得确实太难了 郑建老师更不用说 因为他一分钟 都没有在台下待过 他始终是在舞台上 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 一个那个癫狂的状态 我这个包袱可以吗 可以 现在杨老师的包袱 就完全凭观众的 艺术自觉 真的就这几个人 我觉得因为 跟他们说相上 太不一样了 他们说相上 可能用他们的行话 经常会说使相 可能是经常说说说 做一个表情跟观众 这在我们话剧舞台上 是坚决不允许的 我知道这期为什么 没你了 一下我就明白了 好 好